監製就走來跟我說 你這麼黑 你進不到三甲 如果我損損爛臉就糟糕了 不止三甲都沒有 什麼甲都沒有 很多名人說什麼黑歷史 抄擊都有 我同事又找黑歷史的照片 要我解釋一下 走得正正 沒什麼所謂 我看一些照片 那不是黑歷史 好 先看看第一張 就是我小時候的照片 沒什麼 多可愛 是臉真的好脹 我手臂也有些脹 不過雜貓挺有趣 這張是我陸運會 小時候真的運動健將 又游泳 又田徑 教育中下打排球 還要是室外練球那種 所以曬得很黑 這張厲害了 就是我拍第一個廣告 那時有個時裝店叫Theme 不是The Me Theme 臉好像生氣爆爆 厭世的樣子 不過都挺有型的 現在看都不外出 這些直接東西 製作變加什麼忘了外 然後這張 又小過一點 就有我姐姐 阿哥 但看起來也是我 為何我的皮膚最黑呢 然後大過了 這張是我19歲那年 還沒入大學的 跟古天樂拍實驗電影 又真的很黑 看起來只是白 這個黑面 古天樂一點 你們說我的黑歷史 就是我皮膚黑的黑 我明白了 難怪每張都選這麼黑 有時有些都白 你們不選的 這張白了 這張是2005年我選港姐 因為已經沒什麼做戶外運動 回辦公室工作 真的白了 然後這幾張就糟糕了 外景 我們去馬爾代夫斯里蘭卡 再布吉 想起都覺得曬了 而且布吉的島 在打排球 哇 曬到黑了 拍攝本身也沒有遮蔽 已經很黑了 當時又不懂得買防曬 美白 有些佳麗 有帶很多美白面膜 我沒有理會了 這個旅遊大使獎 拿獎 都是很黑 我拿完這個獎 通常拿完旅遊大使 都一定拿三格 誰知我監製 就來跟我說 你這麼黑 我心想什麼是黑 我黑仔的黑 原來不是 我皮膚黑 又不能用三格 我以為我聽錯 也不知怎辦 又買美白面膜 但也沒有那麼快白 也不知可行 誰知這張照片就出事了 身上沒有化白 身上全都黑了 但這個 一落了閃燈 整個粉底 那時粉底沒有現在那麼好的 整個粉底反光 簡直是出事 就看到我硬是化白了 所以當時都很惆悵 已經買過那些很貴的 美白面膜 美白精華 但也不知如何選擇 亂買 所以如果我當時遇到 Cynergy 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應該可以很快白 其實我真的是黑肉 黑肉即是說 肌膚裡面的黑色素細胞 是非常活躍 一曬 整面都黑了 如果當時我有現在的產品 我會選Cynergy的Enlighten 首先它有三四個成分 全明酸 海洋巴 海多糖 金草酸二甲 都可以抑制我本身的黑肉地 黑色素的活躍問題 等到它們沒有活躍 另外它也有成分 是真的有亮白 尤其是亮斑的效果 8個星期 斑可以改善60% 大家知道斑是最頑固和難搞的 如果斑也有這麼強的臨場實證 其實你全面塗了Enlighten 都一定會變白 還有我想一想 當時沒有Clean Beauty這個概念 都是賺命博的 因為我買美白產品 那些很貴的品牌 其實有很多個案 都會致敏 如果我選擇一下爛臉 真是死了 到時真的不知三甲都沒有 甚麼甲都沒有 幸好現在有Clean Beauty Cynergy Clean Science 但我覺得除了塗美白精華之外 其實走不掉 還要加上維他命C 我真的很喜歡這支Efficacy 是最新最新型的 低敏高穩定性的維他命C型態 滋溶性 但這支是很薄的Lotion狀 上到皮膚拆開它好像水一樣 維他命C 都可以令到黑色素沒那麼活躍 而且也有很強的Clinical 用12星期 黑色素活躍度簡直減少 高達80% 這個形態 少少有油脂 但又很爽 其實都會做到少少滋潤的成分 所以有時曬傷或曬乾 我覺得塗完維斯真的會好很多 如果他們兩個合在一起用 再加上防曬 就不用怕曬黑 就算曬黑了 有這兩隻都應該很快白了 不過剛才的照片 大家看完就算了 如果你們不斷分享出來 我免得傳媒看到 看到我以前那麼黑 嚇倒了 普遍亞洲人都是喜歡白的 我們本身黃皮膚 實在是白淨會漂亮一點 看起來乾淨一點 化妝也容易上色一點 不過我覺得 就算擁有蜜糖色的皮膚 都是一種選擇 但如果你想白 但又黑了又想白 就要靠一些產品去幫助